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再度收看 《锻炼批判思考》扩解中华话术的节目 我们今天要跟您谈的题目呢 是江启臣的进阶版中华话术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江启臣最近在脸书上发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最耸人听闻惊人耳目 是他的第一段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有一种崩落 惊心动魄却寂静无声 这很像朗读心思对不对 那中间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 大概就是讲最近香港发生的事情 细节我就不用讲 大家新闻上都看过了 那最后一段是说 香港发生这些事情非常惊心 让人惊心动魄 但是在台湾的媒体上却不再有去年那样的关注热度 然后我们本来也会说这个大概就是讲说寂静无声吧 但他并没有说寂静无声 因为事实上是有声音的 不然大家怎么知道张可芳的事情 但他很巧妙 他最后是说 为什么呢 值得我们好好想想 我也不知道要想什么 所以以上是第一点 就先让大家回忆一下 知道一下 我觉得这是一个文清的文风 第二点呢 跟大家谈说 这种有一种崩落惊心动魄 还押忍 但却吉尽无声 这个是很典型的文清文 就是用来讲这一件事情 讲香港的事情是非常的不妥当 就是不对嘛 我看到很多人啊 比如自由时报有一篇文章说 他这个吉尽无声这一段话 就是不知所云啊 就是不知所云啊 你开头莫名其妙来这么一段 什么有一种崩落 你为什么有话不好好讲 香港发生的事情那么的 让人心里那么难过 就是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世界怎么变成这样 中共怎么可以这样 大家又生气又愤怒又难过 在这个时候你跟我讲说 有一种崩落 到底什么东西在崩落 有什么在崩落 你告诉我 中共原来是自由民主的国家 现在崩落了吗 还是说香港本来的自由民主 现在崩落了吗 香港自由民主崩落 也不止今天才崩落的 你到底在讲什么 然后又寂静无声 搞不好你还会以为 这是余光中写的 这根本就在写新诗嘛 好 这是跟大家讲的第二点的极不妥当 但是我们批判思考 并不是只讲个人的感受而已 就是我要跟大家讲说 这个不妥当的这种问笔 这种比调也不是说都不可以用 但是你不是用在这种事情 不是用在香港的事情上面 你用在别的事情上面 说不定是可以的 我举个例子 就是如果你描写台湾国民党崩坏的过程 那全世界都知道 台湾的民主化 把威权戒严时代极权的国民党打掉 这是一个宁静革命 宁静革命不就寂静无声吗 而且这个革命 这个转变 让人非常的惊心动魄 但是他没有制造任何烟火 他也没有制造很大的冲突 所以他是极静无声 你可以这样说 所以你如果用这一段话 我再把它念一次 有一种崩落 崩落就崩落 什么叫有一种崩落 好吧 有一种崩落 惊心动魄 但极静无声 你如果用这一段话来描写 已经过去的 已经成为历史的 国民党的崩落 用来描写 李登辉先生的极静革命的话 那这段话 像写新事一样 作为一种永叹 说不定是可以 也就是说 用这种笔调所描写的 通常是非常有距离的事情 不管是空间上的距离 还是时间上的距离 也就是说 下笔的人 他跟这个事情 没有直接的关联 或者是说 他无法有关联 因为时间已经隔那么久了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在远远远的看过去 不管你心中是同意他 那件事情还是不同意那件事情 都没有关系 你都可以用文青的笔调 可是香港的事情现在正在发生啊 香港人正在受苦啊 那习近平正在向全世界证明 他谁也不怕 他将要毁灭这个世界 他一无所拒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跟我来这种心思 这是什么意思 那当然 你用这个心思的笔调 那你也可以批判 比如你批判文革 中国发生了文革 文革是有一种崩落 非常的惊心动魄 而且寂静无声 为什么寂静无声呢 因为一直到文革 十年文革过去以后 一直到现在 中国或者全世界 对文革这件事情 都没有展现出 像对待纳税迫害犹太人 那样的巨大的声量 所以以那个对比的话 全世界对中国文革的这个批判 可以算是极尽无声 那中国自己的批判 等于零 那当然也是极尽无声 而且是非常的无声 非常的极尽 你如果用这种比调 去描写中国的文革 我觉得也是可以 因为那也是历史事件 你从现在的远远的看过去 你说文革这个事情 惊心动魄 但极尽无声 令人非常的愤怒 非常的感伤 非常的感叹 whatever 都可以 可是香港的事情正在发生 你在跟我讲什么 有一种崩落 讲什么 所以呢 你用对比的方式 你就可以发现 用来描写香港的世界 是不可以的 这个就是批判思考的 要义主要的方法 最后呢 江启臣这篇文章主要内容 他讲了个半天 在整篇文章里面 只有一句话 有对香港有表达 他的一种感受或一种感情 那他是描写到说 香港民众 愤不顾身 他说令人动容 还不是感动 他只是动容 他脸上有个表情 叫做有所令人动容 这是他在整篇文章里面 唯一对香港事件 发表他的感想 感受或感情 这唯一的一句话 其他的对中国 迫害香港的民主自由 一句谴责都没有啊 那尾巴是说 台湾的媒体 对这个事情 不像去年那么关注 值得我们思考 这个时候 你不是应该要拿出 一片激进 激进无声来批判 台湾的媒体都激进无声吗 但是他知道 台湾的媒体并非激进无声啊 台湾甚至于 总统级高度的人 都已经发表谈话了 这还叫激进无声 那什么叫做有声音呢 所以这是一种 非常巧妙的话术 他用惊心动魄 跟激进无声 做对比在第一段里面 然后他的尾巴呢 比风一转 就说台湾的媒体 不像去年那么的关注 令人深思 到底深思什么 他又不肯讲 然后他下面 他的龙罗们留言 就说蔡政府都 假装关心香港 其实没有真的关心香港 随便他们讲 他们就趁 用着这个话术 又弯过去呢 本来是说 媒体没有像去年那么关注 无形中就变成 蔡政府没有像去年那么关注 然后无形中变成蔡政府 没有像去年那么关注 蔡政府根本就不关注 再转进一步 再转进一步 蔡政府就是完全可以掰的 就算是这样好了 那请问你江启臣 你关注了什么 当你说台湾的媒体 激进无声的时候 请问你江启臣有什么声音 你唯一的声音就是 嫌别人激进无声 你好不容易对香港的事情 发表一个意见 你的意见 居然是嫌别人没有发表意见 这什么逻辑啊 这就叫做进阶版的中华画术 为什么我说进阶版呢 因为中华画术都是要用文言文的 要引述 罗与孟子的 江启臣当然就是新时代的人物嘛 他这个中华画术里面 先加入了文清风 这个就叫做进阶版的中华画术 以上呢 我们是利用江启臣的脸书 跟大家锻炼体盘思考 希望大家喜欢